今天晚上我的第一首作品是《东 狗狗闹》 这是一个2010年写的一部同声跟女声 这个无伴奏合唱曲子 原来是法国一所音乐学院的违约 所以我就想用中文唱嘛 注音 他们可能会听不懂 唱不了 我要用国际音标注音 但是我想要用一种别人很少用的这样的语言来讲 那就是方言的同声 也是我用了四季 春夏秋冬 春用福州话 我是福建人 福州话 收小孩的童谣用福州话 夏用武汉话 然后秋 用我老家的话 一个非常小的山区 叫水极画 靠近明北那边 然后这个冬 冬天的冬 狗狗闹 这个是上海话 我是一个新上海人 他的歌词内容是这样 接到礼笼里面 早晨起来 冬天的早晨起来 卖这个唐粥 卖唐粥里面 这个棍棍一敲 一叫麦以后 引来狗的叫声 小狗的叫声 在这个音乐曲上 因为这么短 不足以表达我整个对艺术创作的这样一个意境 所以我添加了 想象里面添加了早晨 乌蒙蒙的冬天的景致 然后增添了这个狗狗的叫声 这个木棍的敲响的声音 一种欢乐的气氛在冬季里面 这是一个充满这个孩子 孩提幸福的一种 让人 令人回想过去民俗风情的东西 这个音乐虽然是现代的 但是又是童谣的 把最简单跟最复杂的东西结合在一块 是我创作的这个本意 然后第二首作品是我听 在我孩子 我的女儿四岁的时候 她有一天跟我说 爸爸爸爸 我听到了花的声音 好几次 而且她马上就说 我听花的声音 开开开 我说还有呢 我听小草的声音 涨涨涨 我听小雨的声音 涨涨涨 我听蜜蜂的声音 润润润 台北市内合唱团给我这个委约的时候 我马上想到她 这是一个最好的奇迹 最好的媒介 通过人生把歌词表现出来 但我又想 我这个歌词 这是孩子的一种世界 纯真的世界 它其实是带给对大自然 对人类的爱 这首诗 它的诗 原来就大概是五六句 它每次重复都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它的创作 我把它这个诗 作为种子 再把它扩展 变成三段歌词 然后请我的夫人把它翻译成英文 我觉得用英文演唱这首曲子 能够更符合合唱 无色限 这样一个主题 因为真正的音乐 是应该全世界人都可以传唱 全世界人都可以理解 毫无色限地理解 然后在这里面用了很多 契约化的表现手法 就是不光是歌唱性的 就是把我们的喉咙 把每个人的声带作为一个乐器 像乐器演奏 可以大跳 可以半音间 滑奏等等 所以它有很多的 很丰富的色彩在里体现出来 有产品店 normale 因此能够可以很丰富的 应该来了 我看看 我对没有人回答 你觉得真的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对不对 不太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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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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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